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巴巴的時候就開始 第一天就開始送便當 就聯絡各地的就在總體會 就奉起這個送便當 送熱食的這個工作 相公所當時也是非常急 那就當時那個秘書 就一直在打電話 就聯繫各村 但是都聯絡不上 最後聯絡上說 可以到的 就是前面那個田措 這個田措村 所以我們就當時就開始了 因為他們剛好旁邊就是餘溫嘛 所以他整個室內啊 所有的家具 他說他才買了半年 所有的家具通通泡湯 整個也掩蓋的 那個是很嚴重 那我們長官法師呢 他們在一家不能搬出來的當中 都把他弄敲碎 弄碎掉 那我們長官法師啊 真的我們是看到法師 是把他真的是當成自己的家一樣 自己的家一樣在做一個清掃的工作 那我們看到法師全身都是泥巴 當下是有想到說 他們不知道有沒有衣服可以換 當下的心情是這樣的啊 那確實是法師的 那個當 帶我們 帶領我們的過程是讓我們很感動 那個心情是這樣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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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一次是看到藍都 這樣子爸爸打開 那每天在電視新聞裡面 嗯 看到這麼多我們的 嗯 國家的人都在那邊刻苦說 那因為我們本的師父的 這個願意啊 我們是 嗯 觀音道場嘛 我們就是跟觀世音菩薩 大死大悲 救苦救難的精神 那每天小孩子陪著我 因為像暑假 在家裡看那個電視 看了 心裡也很難過 所以 我們一接到對話 馬上我們就第一個報名了 那也希望說 我們全國人 能夠響應的 這種大家 呃 跟著 聖言師父的願力 一起來救苦救難 希望大家一起來 雖然我的同學 明天要去住院治療癌癥 啊 因為 我把牠交給我的媳婦 把東西都準備好 交給他 我想幫助一個人 或者幫助更多的 好 謝謝 謝謝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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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